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就是我們剛剛輸了1比0的拍大巴角度 這場球 老實說 我都沒有話可說 因為根本上是值得輸的 這場球由開始整場的計劃 執行上高 甚至每個球員的表現都是輸給別人的 老實說 輸1比0可以說是輸得少 這場球踢得最好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我們來說 踢得最好的一定是哈里麥加亞 因為這場球如果不是麥加亞 其實上半場已經可以輸 上半場為何還可以頂住0比0呢 麥加亞作出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我們輸了這場球之後 柳加蘇 因為原本少了我們1分 如果我們贏了之後 他們上第5位 14場拿了26分 我們仍然只有24分 第7位 如果白麗頓贏了球的話 我們甚至乎跌落第8位 經過了3場地獄作客 結果一勝一和一負 大家不知道收不收貨 這一場球 我真是專門想說一下坦克 因為通常拍特派角度是即時的反應 通常我都會說球員的表現 但這一場球我真是很想說一下坦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昨天未踢足球之前 我已經說了兩個領隊 Eddie Howell 即是劉克蘇的領隊 還有Eric Tenhaar 兩個都要證明自己的領隊 而兩個都接手的時間差不多 Eddie Howell多了半季 但是兩個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就是這個雙柄的問題 兩隊的傷害領域都是相當之長的 但是說真的 來到這一場球 我們雙兵的零單短了一點 因為幾位球員都能夠踢回 尤其是這場球 我們的背後 就有梭爾踢回左中堅 理論上 感覺上就以為 我們的後場組織會不會踢得好一點 順便報出場陣容 就是奧娜娜首龍門奧娜娜 就不是二五 這次中堅 就用了梭爾打左 麥加亞打右 左邊的閘位就是 特洛治右邊就是雲比薩卡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不用華古朗做正選 Anyway繼續 中場就是文勞 麥湯和Buno 而前面就是Marchier 左邊就是加拿走 右邊就是Rushford 你看到三場球的配置 就是某幾個位置 真的完全用回 愛華頓那場球的陣式 換句話來說 上場球沒有打正選的幾位 就一個禮拜之後 差不多一個禮拜 就踢回正選 當然有幾個球員就沒有輪換過 例如梭爾 梭爾 梭爾真的可能沒辦法 因為都很重要的球員 但達洛治其實可以換用華古朗 為什麼會換不換呢 而且今場球明顯地看到 連雲比薩卡的狀態都不是好 為什麼不華古朗打左 達洛治打右 如果達洛治的狀態 仍然可以的話 出場陣容 或者這三場球的配置 大致上就看到 他有少少作出的輪換 但是 首先第一件事 形勢上高 我們和柳家素和歐聯 周中都是和波的 兩個都被迫和 而我們有兩次兩球的孖展都被迫和 當然我們的對手是加拉踏薩雷 而柳家素 周中被迫和1比1 但那球十二馬 連我都覺得他們不值得 所以這個周中帶下來的氣勢 他們就是很想要做些事情 去證明自己去復仇 而相反我們來說 因為他們是不用作客那麼多的 柳家素相對來說 他有少少優勢 而我們來說 教練的配置和球員的體能 或者狀態的配合 絕對是有個mismatch 暫在我們的立場 明顯地今場球 我看到第二球都輸了 一對一對碰基本上都輸了 我沒有數據 但我眼看到就輸了 整場球 狀態上來說 事氣上來說 都是不夠對手的 不過這還不是致命傷 致命傷是什麼呢 Eddy Howell 戰術方面 我敢說 在這場球中完勝坦克 為什麼呢 首先 對手很好地知道 曼聯的後防守 集中在中間 所以他們也在兩路進攻 非常流暢 你說文濤 左邊那個 簡直好像預入無人之境 好幾次都 老實說 不是上半場 老麥 補位補很多 頂住 這樣的話 已經是輸了不止一球 但上半場可以0比0 老實說 老麥感覺上 是統治了我們的後防 當然 也有撞眉的狀態 Jubia那球撞眉 我忘了上半場 總之那球撞眉 無論如何 所以 我們根本上 就完全被人壓著來打 還有 Eddy Howell明顯地知道 李坦克打中二一對一 每一個球員防守 就會對著一個進攻的球員 例如 我的例子 雲比薩卡 就是會防住 Anthony Gordon 但Eddy Howell也給了球員的指示 就是什麼 就是你有時要走到別的位置 例如 Anthony Gordon 整天突然走到中間 令人被薩卡拿 究竟我跟回Eddy Gordon 還是站回右閘的位置 無所識從 那球輸那球入球 也有少許的情況 就是 對手右路進攻 Jubia出球是相當漂亮的 其實 在Anthony Gordon之前 也有一個球員 我忘了是誰 好像是ISAC 已經差一點點碰到球 但結果尾處Anthony Gordon 搞定 但這球球 如果雲比薩卡 是跟得足Anthony Gordon 的話 其實就 沒理由讓他入 因為Anthony Gordon 起步點 起碼就後 雲比薩卡 兩至三個身位 以雲比薩卡正常的速度 就沒理由保門到這個位 但結果 我相信 雲比薩卡 當時就要想 究竟我站回位 還是追 結果 就被對手射入了這球球 所以 在這方面 坦克 這個 經常的戰術 已經被人看通看透 也有辦法去解破 老實說 也不只是Eddie Howell 很多其他球隊 都已經是 看到類似的情況 最慘的是什麼 上場對 加達雜沙雷 今場對 劉卡素 無論上場是贏球 或者今場是輸球 坦克 上場球 有人說 又是只有位置換位 做不到其他事情 沒有改變過陣式 也沒有改變過打法 純粹就是把一些相關位置的球員 換了位 換了出來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改變 你想一下賀龍 換出來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再加上 說真的 就算我們的反擊路線 或者方法 都已經被人看通看透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的反擊 很沒用 或者很慢 一來 我們自己的球員 因為經常都要換來換去 還有受傷 諸如此類 換來換去 自己的默契 不是很自然的好 第二 路徑基本上都被人看透看透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上一場球都有很多人說這件事 但我都覺得要多看一兩場 才可以做到一個定論 但是看完這一場 就可以告訴大家 坦克那套打法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施成哥迪奧倫什麼 他就是說 他只有一個計劃 如果當Plan A不動的時候 他就換些人出來 嘗試再做好些 但是也是Plan A 他做Plan B的情況 很少很少 其實他來一年多之後 都是比較少的 但以前也會多一點 轉打法 但是現在呢 基本上我打法就是這樣 而且最慘的是什麼 已經被人看透 而我們的球員 又未能夠做到 像哥迪奧倫大的球 你看通也不要緊 我只要把我的事做到最好 你看通我也是會贏你的 但是我們就 距離這個 我們距離這個 是非常之遠 我自己覺得最激動的是什麼 上半場 就已經是大家都看到 踢到一坨屎 但是半場 你會覺得坦克應該有些事情做 或者說一些 因為之前反而都有 他有時候半場做的事情 起碼令到就算踢回同一個計劃 我們都會踢得好些 大家的視野好些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 究竟是因為 因為原本我們坐飛機來 結果坐不到 就要搖了三個鐘頭巴士來 所以大家都外外滋滋 還是說 球員已經是上場球 這樣的情況之下 被人追回三比三 虧了氣 還是說 坦克已經沒有了他的 Charisma 沒有了他的魅力 他影響到球員 令到球員為他賣命呢 這幾個可能性當然有 或者這幾個事情都合起來了 所以就讓我們看到 老實說 上場球對加拉雜沙雷 被人這樣迫和 我也不是很怪大家的球員 因為大家看到 我們就算被人追回三比三 我們都死去 還要有機會 追回這個 即是再反食 再贏回 但結果做不到 但這場球 我真的看不到這件事 看來的球員 所有事情都是慢半拍 追不到人 上半場已經發生了 這件事 即是對手一扔油 但大家不要忘記 劉加素也是受傷兵困擾 但他們一扔油就過我們的球員 這樣就追不回 而輸的一比零也是 反過來說 雖然以上的事情 都是我們做得不好 都是不利 但這場球 其實也有機會和 為什麼呢 正如我所說 麥加亞頂住之後 一直都頂到 當然Antony Gordon那球球 真的走掉了 但我們不是沒有機會的 只要幸運一點 我們真的追回1比1 因為88分鐘 其實有一個機會 就是Antony 換進來之後 在禁區裏面 有一個射門射了入網 但很可惜這球球 魯麥很想幫忙入球 很可惜他就站在一個越位的位置 而Antony 真的說真的 有一點點 叫做不幸運 還是怎樣 或者射術不好 就散中麥加亞才入 如果這球球散不中麥加亞 他就應該不會 大家記不記得 麥加亞試過阻住龍門射線 判他越位不入 這球我覺得 就不可能阻住 Dubraga這個後備門匠 因為他們的正數完全利率受傷 就不可能阻住 所以Antony如果射不中 麥加亞的話 其實就真的88分鐘追回1比1 這球可能真的得到1分 但老實說 正如我所說 運氣 就有重進的一時 老實說 這球你問我的話 以我們的表現 就真的不太過值得1分 所以這球輸 我覺得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就沒話可說 真的抵輸 而紐卡蘇呢 其實贏1球那麼少 他們都是表現得差的 如果他們表現好些 我們不止輸1球 老實說 所以總括一點 就是說 我們都 我那天 那天 那天 還和大家 幾位巴友 在做直播 玩樂直播 關了麥克風 之後 軒仔問我 其實 坦克是不是有機會 炒 如果連續炒得多長 我第一個反應 就是 第一 如果繼續在阿拉莎的話 就肯定沒有那麼快炒 肯定 還有 我問了阿軒仔 一個問題 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找到一個什麼領隊 來頂他 如果炒了坦克 這個問題 是我問大家的問題 這次就到 我也很累了 看完這場球 不過今場好些 今場四點 我可以睡了起來看完 現在就六點多 就在拍攝角度 可以多休息一會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這次在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雖然這場球輸了 是有點失望 但是 真的自己下來 拜拜